香港天氣又熱又高 每次出街都想帶一部冷氣機出街 Sony最近推出了冷暖的調溫機 Rion Pocket 3 價錢比一般的掛頸風扇貴 立即開箱17下 看看值不值得投資 Rion Pocket 3比一般的掛頸風扇輕 只是重92g 外型跟Apple的Magic Mouse有點像 掛雙頸之後 基本上已經藏在衣領裏面 整個機身只會有一顆開關鍵 所以要調教冷暖不同模式 就要在電話下載App 冷風和暖風都是分為4級別 還有3級別的風扇模式 風扇和暖風模式基本上都跟上一代一樣 而今代的冷風就比上一代多了一個4 Plus模式 比第四級模式動1.5倍 不過就要連接著USB才可以用 我現在開到Level 4 感覺就是將罐氣水或狗冰黏在我的背部 還有如果你是長頭髮的話 就建議你好像我這樣 紮起頭髮或把頭髮放在一邊 就會比較方便 今代新增了Smart Cool Mode的功能 加入了5個感應器 去偵測用家的動作和環境溫度 從而去調節對的溫度和冷氣強度 今代都加入了一個自動開啟和停止的功能 當用家將機放在頸上 就會自己開始開啟冷氣或加熱 當你脫下來大約10至15秒 就會自己停止運作 不需要再透過電話App去操作 至於大家關注可以用多久方面 續航力大約有2至4小時 似乎你開到第幾級模式 如果開到第四級 保持著用的話 大約可以用2小時左右 至於充電大約需要過半小時 就可以充滿它 在使用感方面 動作比較大的時候 就會有些輕微移位或不貼背 所以周不時都要調整一下位置 但其實用來不算太麻煩 而且的確做到冰涼效果 與一般常用的平價掛頸風扇對比 除了外形上影鮮性一籌外 還不用被風吹到頭髮暖或吹到頭痛 但在價錢上略嫌有點貴 所以如果你在密室掛頸式冷氣 而且不足夠的話 就可以考慮一下這一步 再次看一看 再次看一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